第二个话题我们就讲清华教授 这是遭遇的艳遇故事 我自己在大四小评节没有谈这个事 跟何彬先生的晚宴晚室里头 我提到了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跟我的老同事 许章润先生的遭遇做一个节目 他现在命运如何还不知道 有一些人说他一个星期以后会出来 这个你即使说是什么嫖娼卖淫这个东西 在法律上也不是一个要判刑的事情 它就是一种这个自安的行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一种违反自安管理法的一个行为 也就给你抓进去那么几天 那么最后如果许章润先生出来 没有给他一个嫖娼的这个法律文书 那么这个事情等于政府 就把这个事情得过且过 如果给他一个法律文书呢 这个事情的话呢 那就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讲 往下往下讲 它就是它一定有确切的事实 而我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什么确切的事实 这是北京玩的这个阴谋论 阴谋论之一 这个我刚才在做节目开场白 我就讲过呀 就是北京啊 这个对喜上人这个嫖娼这种 这种做局啊 是中共这个迫害啊 基于政治安全打击这种啊 对他们不放心的人用的三个阴谋论之一 三大阴谋论之一啊 我们都知道第一个阴谋论 就是这个形式上给你三颠啊 颠覆政府啊 这一类的啊 入屋罪啊 给你形式上入屋罪 更多的是三颠啊 是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种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说这个给你贴上标签 说你是卖国主义 卖贼贼贼 没有民族大义啊 第三个呢 就是从道德上给你来摸黑啊 这个嫖娼啊 你我者娼啊 就是这个道德上摸黑啊 这种道德上摸黑呢 在政治上他们常用啊 常用即使在中共党内打击这个 政治上的这种所谓的腐败 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对手啊 中纪委是用的最多的啊 你看哪一个被抓的这些 所谓的副部级上的官员 他没有道德上的一些问题啊 触目惊心的薄熙来啊 卢伟 是不是啊 周永康 嗯 每一个人都逃不了这种 道德上的这种啊 这种 罪名啊 这是答应靠的罪名啊 所以说这个三大阴谋论 北京呢 会根据他的情况啊 折击使用 这对谁用什么东西 用什么用什么样的这个 用哪一种啊 那么这种 使用的三大阴谋论呢 他会基于各种考量啊 那么 你像许章用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人肯定认为是 他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那么今天我谈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嫖娼案的这样一种啊 事例啊 案例 我讨论的关注点 就是讨论在政治安全的这一类 不在政治安全这一类的 不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因为 这个公安局呢 他有的时候 他是一个腐败的一个机构 他为了创收啊 他会编制这个嫖娼的罪名 那么这这种东西 一般逮着你罚个几千块钱 然后这个人呢 有点害怕 这种事情被张扬出去 就息事宁人了啊 这个东西都不是我讨论的对象 这种公安局的腐败 在全世界都有啊 这个 掌握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雷洋案件 雷洋案件这个 也是一个这种案件啊 嫖娼案件 那么雷洋案件呢 这个现在是谜团啊 基于什么原因 把雷洋编制成一个嫖娼案件 到现在都不都没有 没谱不知道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啊 北京因为雷洋案件 这个事情呢啊 赔了雷洋的家属 很大一笔钱 那么雷洋的家属呢 拿了这笔钱之后呢 就从这个世界上 消失那几了啊 那么我们还记忆中 很深刻的就是说 当年啊 包括现在我们在明镜 做节目的鲁南先生 他是人大校友 他们发起了这种啊 为这个雷洋啊 呼冤喊冤的这样一场 声势浩大的这种舆论啊 最后帮助了这个雷洋啊 这个家属得到了一些 得到了一些赔偿 但是呢 他家属拿的钱都就不见了 实际上类似这种啊 类似的这种 帮助这个维权人士 或者善反的人士啊 最后得到一笔钱之后呢 他们这个拿到一笔钱 人就走了 这种这种事情很多了 但都是原来很多人 跑到美国的这个纽约 联合国总部前去上访 是吧 后来 我记得杨洁丽先生 他们帮助一些人啊 这个得到了经济赔偿 赔偿 然后这些人拿到经济赔偿之后呢 就消失了啊 后来我们还在这个 媒体上讨论过 要不要对这些人 进行帮助的问题 就是说 当然很多人说 义无反顾的 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有些人就说 啊 你帮那个白眼狼啊 你不值得啊 没有公共意义啊 没有公共意义 这是这是这个啊 各种各样的一种 一种讨论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具体讨论 女生 女生 许张蓉的问题 许张蓉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用啊 不用这个颠覆罪啊 这样一种名义来搞他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原来对一些写文章的人 他用颠覆罪啊 刘晓波就是一个例子 对吧 他用颠覆罪的名义来搞他 那这次呢 他对许张蓉 他没有用颠覆罪 他用的是这个 搞了一个啊 类似于这个嫖娼的 类似的这种指控啊 现在媒体报道是这样 当然不是正式的啊 甚至于我还看见 有一个公安发的 一个什么信息 是一个嫖娼集团啊 徐某某在里头啊 在故事编的 有点有鼻子有眼的 那么在许张蓉的问题上呢 我们知道许张蓉的这个 他的所有的问题 就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啊 他不服打啊 你打他没有用 他一篇一篇的写 而且2017年 他写了那篇文章之后呢 他说我话一说完啊 生死由命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 几乎就是一个啊 这个英雄主义啊 这个贯彻到底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期间 他被限制自由啊 被从教师岗位上 给给踢下去啊 等等 这些代理他都遭遇过 但是他没有妥协 他还是在写 最后 现在报道呢 他把要把他写的这些东西 弄成一本书 这本书呢 已经在这个亚马逊上有卖 我啊 大家去可以搜一搜 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这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搜一搜 很多人在说啊 买他一本书啊 表示一下对这个许张蓉先生的支持 那么呢 这个大家有兴趣支持你 许张蓉先生的话呢 可以买一本书 帮助这个许张蓉先生啊 我是鼓励大家去买这本书的 那这个时候 你在海外 你帮助不了许张蓉 但你买他的书 对他就是一个帮助 是吧 也是帮助我的同事啊 帮助我的邻居 因为我们是政法大学的一块的老师 而且我们真的是邻居啊 是这样啊 与公与私 我都希望大家啊 帮助许张蓉 而且我们也是1989年啊 在那个时代的啊 找在一条一个行列里头的这些啊 同事啊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因素 不值得帮助许张蓉 那么这个 如果呢啊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许张蓉写这些文章 而把他判颠覆罪 我觉得北京制裁这个 许张蓉的成本啊 政治部队的成本呢 现在比较高啊 我想到了这个709律师 这个王全璋的这个事件啊 这个王全璋的这个事件 最近呢 他的一些谜底啊 被揭入被揭出来了 因为王全璋被消失之后啊 王全璋被消失之后 这里头很多谜团 没有解释清楚 那么最近 这个王全璋先生啊 把这个自己在里面的遭遇呢 开始讲了 我觉得非常好 希望我也有机会 邀请王全璋先生 给来讲他的故事 就他的身体啊 开始恢复 我记得当年啊 我从监狱出来之后啊 我 我身体非常糟糕 所以说对 王全璋这个身体的恢复啊 他有个过程 但是现在他能恢复到这样一个程度 老子那么清楚 那已经是奇迹了啊 任何经过中国监狱的这样一种 王全璋的这个迫害 是我的那个啊 这个背数级的这种迫害啊 酷刑啊 我们那时候啊 也就是这个用一个单间啊 给你来一下 你像王全璋那种打耳光 一打打几个小时的事情 在我们1989年那个时代是不可能 对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出现的啊 但是关在炮局的那些人可能不一样 那炮局的那些人 我的师兄李金进关在炮局 他跟我们关在秦城监狱的待遇完全不一样啊 他就是非人待遇 但是我们关在秦城这一批人呢 他没有遭受到王全璋这样一种待遇 那么王全璋你看这次批入他的酷刑啊 常被这个罚款啊 罚站啊 高举双手啊 整整举手一个月 想象了吗 就每天举的手举一个月 每天举十五个小时 大家去试一下 你举十分钟看看 啊 你举十分钟看看 这种酷刑啊 难以想象 还有什么酷刑呢 眨着不能 那个醒着的时候 你不能眨眼睛 你试试看看 你醒着的时候 能不能不眨眼睛 啊 睡觉不能翻身 啊 连续伤耳光几个小时 没有任何 获得外交咨询的渠道 啊 那我那时候呢 还能听这个 每天还有一份北京日报 啊 我们把北京日报 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啊 每天看这玩意儿 还听那个 每天七点钟还给我们打开收音机 让我们听新闻 然后秦天监狱还有一个图书馆 那么我看什么伤害文学 这东西都是从那个秦天监狱看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政治犯 像王全璋这样的政治犯 遭受的待遇 比1989年的那些政治犯 遭受的待遇差一万倍 酷刑的程度 你难以想象 真的难以想象 非常难以想象 而且你看看 王全璋还是一个死不认罪的一个人 你如果把许章润抓进去 他死不认罪 怎么办 是不是又是一个王全璋 许章润已经说 我把话说完了 你要刮要判随你 我不在了 这个时候你把他抓进去 用一个政治罪来罗列他 他不配合你怎么办 他不上电视认罪怎么办 王全璋也是跟他说 你上电视认罪你出去了 你接受官派律师 给你判个缓刑 你就放出去了 酷刑之外 他就是为了让你屈服 按照他的剧本来演出 完全就是不配合 那么不配合 那么就给你来 来印的 一手是印 一手是甜头 一会儿拿你个老婆孩子的照片给你看 你看看 你不高意思吧 你对不起老婆对不起你孩子吗 一会儿拿着爸妈妈的照片给他看 你不高意思吧你不配合我们吗 你爸妈妈外头难受吗 然后这边呢 不许睡觉 举手每天举十几个小时 耳光一下 三里十几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那种折磨 人在里头有几个人扛得住 所以我们老何说 你不要抓我 抓我我就全招了 我根本扛不住 所以我们老何说 我也不会当这 也不会去当这英雄 我也不去当 我也受不了 所以他就干脆说 大家就别去斗了 赶紧就走 可是中国就有一些人 像王全璋这样的 坚决不低头 就有许章润这样的人 打死了我都不怕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怎么办 所以说 709五周年 我看到了这个王全璋这个故事 我就想 如果北京再用许章润这样的一个人 来制造同样一个案件 他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他要付多大的成本 来炮制这个案件 那么最后 许章润这些文章 你来定他的罪 你又会遇到一种 什么样的国际上的一种压力 所以这是北京要计算的 那么最后 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他要来一个 嫖娼的一个名 告他 简单啊 这个简单啊 羞辱你 我一直在说 就是说 北京对这些人的这种打击 他不是为了在刑法上惩罚你 他们要达到一个羞辱你的目的 把你的这个尊严 道义上的这些优势 全部都搞掉 因为对许章润教授来说 他跟你这个国家机器 他没法比啊 你有大炮 你有监狱 你有警察 对不对啊 甚至于 你可以没有底线的去侮辱人 但对他来用什么 他不就是尊严吗 他不就是精神上的一种 这种勇气吗 然后北京要想把这方面 摧毁你 你可以想象 警察 三一个律师 三一个读书人的耳光 是对这个读书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可以想象一个读书人 被他们扒掉身上的所有的衣服 让你刺身裸体的站在那地方 而且还有灯光照过来 你是一种什么感受 全都是羞辱 羞辱感 想象不到的羞辱感 所以说他们用这种方式让你妥协 让你去认罪 让你去按照他们的剧本去演出 很多人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真的都服了 你愿意怎么收拾我 你愿意让我写一个剧本 让你去练 我就练去 很多人都这样 但是呢 北京胜算 北京计算的时候 总有失误的地方 就有人不配合 完全上就是不配合 你给他找这个官派律师 他不干 你要是他说电视认罪 他不干 是不是啊 最后 北京完成了所有这些东西之后 没办法 外界压力大 他老婆在外面闹啊 被迫 在他不认罪的情况下 给他弄了法庭去审判 啊 然后 这个完全当然说 18年12月啊 以颠覆政府罪去审他啊 秘密开庭审理 他见不得人嘛 对不对呀 他见不得人嘛 秘密开庭审判啊 完全上回应了上审判 完全上说 我单庭就把官派律师解聘了 啊 那么按照法律解聘以后呢 法庭必须休庭 让他委托啊 辩护人 但他们居然强行继续开庭 他是跟一个律师在斗啊 这个律师充分的利用你的法律在玩啊 你是 这个好像一场球赛啊 你制定规则 你下场比赛啊 你跟我一起踢球 完全上也认了啊 那么就按照你这个规矩来 就这样北京还耍赖啊 律师没有了 解聘了这不是吧 按照规定应该再找一个律师啊 啊 他们一看哦 这招玩晕了 不行 我们要把继续审判 这没有律师的情况之下 他继续审判 这还有法律吗 所以说呢 再炮制一个完全张这样的一个政治犯 成本太高啊 我觉得 这是他们找一个简易办法对付 许教授这样的人的啊 一个直接一个动机啊 第三啊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这么理解啊 北京炮制嫖娼这一手德行一手 真的非常老道 真的非常老道 你们去啊 去查一下嫖娼啊 这个啊 利我者昌这么一个关键字 你会搜到近二十多年来 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基于政治安全为理由的 嫖娼案件 多去了啊 真的 我那天我跟何平在晚一晚 这个节目我做提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 彭明的案件啊 一个是我的 我们的老朋友 是原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潘维明先生的案件 那么彭明呢 是搞了一个政治反对党啊 搞了政治反对派 做一个组织化的运作啊 被装进去了 待会我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正好有这个知情人出来 把这个事情给揭开了 那么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呢 原来是胡耀邦的大将啊 胡耀邦的大将 最后给他弄成个嫖娼啊 搞这种事情 嗯 这是我还 这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现在不知道情况 从媒体上查到的 查到的那个情况来看啊 这个 很多很多啊 很多很多 这个 上海的姚振祥啊 收容教育三年 罪名是嫖娼啊 那么与姚振祥同一天抓捕的 诸国华 顾国平也同样一嫖娼的罪名啊 被拘留15天之后释放啊 另外同一天被抓的 异议人士杨清明也被指控有嫖娼啊 但第二天被释放啊 在爱卫卫的事件之中啊 香港电影制片人杜果峰助理啊 他帮助爱卫卫工作被公安涉套 指他嫖娼啊 爱卫卫在社交媒体上破口大骂啊 骂了个逼 你给他下套的人物啊 你要有本事找我了 你别去找找我的助手啊 爱卫卫那时候跟北京这种对峙是很尖锐的啊 大口的开骂啊 最后看见这个爱卫卫太厉害了 最后把爱卫卫也弄进去了 爱卫卫信用的是什么呢 说了说了酷刑 但是没给他安个罪名嫖娼啊 嗯 艺术家你安一个罪名嫖娼 你试试看 嗯 这是什么人啊 知识分子安一个嫖娼 那你失分扫地 这是效应最大化 你在爱卫卫上安他一个嫖娼 这个东西有点不灵啊 爱卫卫说 我看推特上骂 你压牛逼跟我来 拿我朋友出去丢人啊 就在那骂啊 然后爱卫说 有见个嫖娼被两个大男人按住 把裤子脱掉的吗 啊 我看 迄今我去做这个节目 我去做作业的时候 我看见爱卫卫这种愤怒 意义言表啊 爱卫卫这些语言啊 真的是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嗯 那么这个 彭明的案件 刚才我已经谈 我已经谈到谈到了啊 彭明的案件 彭明这个人呢啊 他当时在北京建了一个 中国发展联合会 啊 建了一个中国发展联合会 然后呢 这个发展联合会呢 在北京眼中就成了眼中钉 就想办法把这个发展联合会给干掉 然后呢 他们就安排了一个人啊 写了一篇 符合彭明的口味的一篇文章啊 这个人呢 大概是一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被彭明看上了 然后彭明居然 相信这个人把他委任为 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宣传部长 啊 最后彭明这个嫖娼 就跟这个 宣传部长的安排 有莫大关系 啊 有莫大关系啊 那么 知情人啊 易改先生 现在正在美国 他是 一个百万富翁 那个时候 他 赚了钱之后啊 他就想干点革命工作 就跟这个彭明跑到一起去了 然后他 在彭明被抓之后呢 他把这个故事 写了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 讲这么回事啊 有一天晚上啊 彭明在中发联宣传部长的带领下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家夜总会 啊 不到十分钟 进了这个夜总会之后不到十分钟 大批的公安便衣 以及扛着摄像机的记者 一下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简直如神兵天将 就这么一个故事 就给他装进去了 啊 这个彭明啊 最惨的不是嫖娼啊 是后来进了监狱之后 到现在人都没了 死在里头 啊 彭明是被嫖娼的 人被抓的里头 后来的命最惨的 死在了监狱 这是最惨 啊 然后 我的有一个政法大学的一个同事 啊 也叫学生啊 隋隋木青 他上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他就 他是这个广州的那个 驱驳嫖娼案的代理人 律师 然后他对这个案件有非常自情啊 这个驱驳呢 他这个人啊 他关心社会公益 就是他实际上关注是公车私用这么一个问题 公家的车被私用 他就关注这么一个小小的社会问题 就这样被这个 盯上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陈老板 这个陈老板的湖南人邀请他去湖南啊 然后就把他带入了一个KTV的包间啊 那么这个房间的是这个陈老板给登记的 然后就把这个陈老板弄到了这个房间去唱KTV 这个区老板 这个区老板 这个区博 哪见过这么 好的场面啊 用他自己话说啊 进了房间之后 他把持不住 跟那个女子 有接纹的行动 但从未没有发生新关系 也从来没有谈个价钱进行性交易 就这样警察进来 打一阵着 嫖娼 那么这个陈老板呢就消失了 找不到了 那么最近啊 我们可以看见啊 在许家论的这个嫖娼案之前 香港 啊 总领事馆员郑文杰 在深圳啊 在深圳 以嫖娼为由 被行政拘留啊 只说他多次出入深圳历水云间休闲会所啊 那么这个 这个嫖娼事件 后来很多人把他这个啊 这个会所的这个视频都放出来了啊 那么集中是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进去的啊 那视频根本就没有拍到 说实在话 连郑文杰先生跟女的接纹的镜头都没有 都没拍到啊 就是郑先生去了这个会所 在柜台上 登记的这种镜头 啊 他就给拍进去了啊 后来是老婆孩子带着一带着孩子去了这个地方 就是这是嫖娼的地方吗 这个编呢 编到这个程度啊 他都已经不是按照这个严格作业的方式去编了 到这种程度 你去吧那个东西多少你还抓到 他跟那个女的接纹啊 你去吧自己也承认了他接纹了 但是没有性交易 嗯 那么跟一个女的接一个纹 这是嫖娼吗 啊 这是我看到的嫖娼案啊 所谓的嫖娼案里头 最接近事实的那一部分就是有接纹 除此之外 我真看不到任何一个基于国 政治安全的原因而标准的嫖娼案 啊 你跟这个女的有性关系 你支付了他的金钱啊 这个你又玩政治 最后北京不知你知谁啊 啊 所以所有这些人在政治反对派人士啊 这个所有的政策派人士 包括许章中这样的 你在批评共产的时候 你泛衍天下 嫖娼案 利我者啊 嫖啊 他当然已经会知道你这一手老手要用 啊 这个时候还是自投罗网去 这种编故事有点啊 政治政治的这个艺人士 你真的要搞这一行的话呢 你真的要跟这个啊 在某位上要当和尚啊 要要这个当纽约会 做坏不乱 就是你要至少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 应该这样啊 那么像刚才那个 刚才我们说曲伯那样的 他把持不住啊 那他就是一个监督公车的嘛 我并不认为他是政治意见人士啊 他只是个社会 这个公共话题的关注家 就连这样的人 你也被去弄那个嫖娼 对不对啊 这个问题就麻烦在这啊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天很多了 多了去了 我不愿意去再一个个给大家介绍 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啊 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一种嫖娼的一种啊 指控 第一大家要知道 所有这样一个嫖娼案件 永远不可能有真相 你们给我找一个啊 有真相的嫖娼案件 就是官府那边披露了这个真实的信息的啊 他不可能有真相 彭明的这个案件为什么有真相 就是有一个易改 易改是这里头的啊 关系人 他对这个事情很清楚 他把这个事情的完整的故事写出来了啊 那么曲伯的那个事情呢 他自己后来是媒体不天概念的去报道这个事情 因为他跟政治安全没有关系嘛 所以媒体就可以有分析来报道这个事情 就开始把这事情接出来了 这个时候去过就有话就有机会说话 说我只是跟他接了文了 但是我没有跟他谈交易 没有睡觉 没有这么多都没有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信息最清楚的两个案件 除此以外 所有的嫖娼案件 告诉你都莫名其妙的 尤其是那里面的中间线人 做局的那个人 公安局永远找不到 按理说 公安局找个人那么容易 那么简那么难吗 是不是 为什么找不到 所有中间做局的人都找不到 我没有看见一个中间做局的人之后 找出来说讲这个事实的真相 这是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呢 如果一个中间人消失找不到 那是正常的 所有的中间人 做局的中间人找不到 神秘消失了 那这里头就真的有问题了 我就觉得你是设计的 你是包办的 第二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我刚才说了 这是永远没有真相 你不要去信 所有的嫖娼案件 你都不要信 尤其是这个人是从事政治的 又被他们编了一个嫖娼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 你从一刚开始不要信 因为这个做局的可能性 99%以上 他不能还原真实的事实 天下无缘一般 这个真监人找不到之后 你看那警察 证人 一概找不到 你不可能有一个事实的调查 局委会老大妈 会按照党的要求 给你把这个事情给讲完了 警察一定按照剧本在想 如果这个事情就要进到法院 进到检察院 不会有任何一个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追求此真相 把这个事情给掰过来 你甭从这奢望 你甭从这奢望 这个观众 这个明正 谢谢你 念欧 欧博 谢谢你这个帮助我改正 一旦落入这种嫖娼事件 就没有真相 老公说怎么样 你就是怎么样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个一种误区 那么相对来说 一定这样没有真相东西呢 一定用一种什么策略对待呢 用一种塔西多陷阱的理论 这个方式来对待 什么叫塔西多陷阱呢 就是凡是公权力编制的故事 你一概不信 因为这是利用公权力 在编制阴谋录的故事 你只要你不相信 他就没法继续编 所以你不要相信 每一次他编这样的故事 你就质疑他说不是真的 这样的话 形成一种舆论压力 他也不敢继续往这方面编了 这是一种 我讲过对官方阴谋论 和在社交媒体上 谈阴谋论的一些 一些一些应对的方法 你永远不要信 你永远不要信 尤其跟官方有关的阴谋论 你不要信 那都是陷害性的阴谋论 你只要不相信他 才能止住他 用塔西多陷阱理论 来面对这种阴谋论 你只要说颠覆政府 他颠覆什么政府 对不对 你说他是嫖娼 嫖什么娼 你说他去卖国主义 他卖什么国 你有资格卖国吗 一定要这样去跟他 然后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这三招阴谋论 一个个的变成泡沫 这是最最有利的方法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这种阴谋论 从来不相信阴谋论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看 即使他有嫖娼死因行为 他也是 他老婆管的事 跟你政府有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事情上 最应该关心的是 正是他老婆 在某个意义上 属于家庭内政的事情 那么我就听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美国著名的华人 在美国一个著名的学校 当了一个教授 然后北京 认为这个教授有价值 就想给他装进去 怎么装呢 嫖娼 等把这个教授抓了之后呢 那些想问他的人说 你配不配合 你不配合 我们就说你嫖娼 把你这个事抖出去 让你回美国没法干 让你老婆没法交代 这哥们挺有准 挺有挺有准的 这种事情 你告诉我老婆去 我才不命呢 就这样 最后这位教授成功 脱离他们的控制 人呢 到这种份上 如果要像这位教授 这么做的话 有几个嫖娼 让他们做成了 你不会被装进去 就是你回去跟老婆做检讨 你伸出力下 跟老板一把鼻的一把扑 说我自己立场不坚定 男人都要放裤单子错误 然后给老婆赔一道歉 这句老婆原谅 当然了 这个还有问题 就是这个嫖娼的问题 在美国 内核达可以 内核达也不是全部的地方 都可以嫖娼 有一些地方可以 有些地方不可以 在我的印象中 罗德岛曾经嫖娼合法 后来取消了 所以你在美国 美国在各个地方 嫖娼呢 也是违反 但是 上升不到政治高度 对不对 你只是一个违反 自安的一个行为 跟政治上的高度 没有关系 这是很大东西 都是人性的问题 对不对 但就是你要 即使你有嫖娼行为 你也学学这个 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什么程度秀也嫖娼了 蒋介石也嫖娼了 甚至于马的路 马的路德金也嫖娼了 对不对 但不爱这些 政治人物的光彩 把这个私人的行为 和公共行为 给它区别开来 不要以为 这个私人行为 干了一件嫖娼的事 政治上就是败坏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 看问题 你这个作为 政治人物之前 你有历史 然后你后来 你的这个政治生涯 你就如何如何的 糟糕坏透 我觉得这些 没有现行关系 当年这个 美国人这个搞 这个美国政府搞这个 马丁路德金的时候 就把他的性爱录像带 我看到的这种报道 寄给美国媒体 给他的妻子 要黑他 这种黑暗在美国地上 有发生过 美国的一些媒体 拒绝发表这些资讯 但是我看着挺有意思的 丑闻与马丁路德金 领导黑人民权运动 没有关系 你搞窃听的 搞这种 嫖妓丑闻的人 更可恶 最后让美国政府丢脸 就是这个事情 编这种 编这种东西的人呢 最后被这种舆论 处理之后呢 反而把自己的事情 编这故事的人丢脸 所以说我们现在 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 今天要结束这个话题 讨论之前 最后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应该批判谁 我觉得你不要去 过分的批评警察 警察 批警察只是表面文章 很多这个嫖娼的问题 他们最后都去批警察 实际上政治安全问题的 嫖娼事件呢 很多都是政委 在后面导演的 让警察冲向前头 把这个事情做实了 所以警察你可以批评 但是警察不是罪负祸首 警察是这个 政治阴谋论的操盆手 这是第二 第二真正的批的是 就是基于政治安全 形成的这个定律 阴谋论定律 利于我者嫖娼 这样一种政治的定律 大家要打破这样一种诅咒 这才是我们应该批评的 你如果把这个 政治安全而发明的利于我者 嫖娼这样一种 关系给破了 那么我想他们编的这种 嫖娼故事会越来越少 没人信 最后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要该批评的并不是嫖娼者 而是编这个故事的政府 这是我的态度 好 好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